为了要增加基隆港区职场的健康知能 卫生局与基隆港务分公司 共同办理一系列职场反烟聚冰酒 健康幸福你和我的活动 透过港区周边机关主管共同宣示 承诺支持反烟聚冰酒职场 提升员工正确的认知 建立企业职场无烟冰酒的健康环境 员工是公司的重要资产 唯有健康的工作环境 才能够创造企业的价值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卫生局 为了港区周边职场员工的健康 提供了多元化的健康讯息 以及共同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卫生局也邀请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口腔癌病友分享抗癌的心路历程 让员工了解使用烟冰酒的不良习惯 对身体的伤害 并透过安排运动健身 口腔粘膜筛减及医氧化碳检测等活动 提升职场员工 拒绝烟冰酒的动机及认知度 我曾经是烟冰酒的重度使用者 103年确诊 口腔癌后我经历了一场16小时的手术 手术后我没有办法吞跃 伤口不断的花园 只能待在家里 想着自己没有办法再负担起家庭的经济支度 觉得我自己很没有价值 后来很高兴我加入了阳光的宣导队 让我能在这个地方分享了我自己楼安的经验 让大家意识到使用烟冰酒阴朗的可怕 别像我经历那么多的硬痛及心理上的煎熬 各位朋友一起来远离烟冰酒 让自己有个健康快乐幸福的健康人生 当初抽烟是因为工作的因素 因为我的身边有10个同事 大概有8个就抽烟 所以我从15岁开始抽烟 而且一抽就长达25年 后来是为了家里面的小朋友 还有自己的健康状况 所以才开始戒烟 戒烟的过程其实是很挣扎 还好有公司还有卫生局的专业人员 积极的关怀还有支持一下 终于戒烟成功 现在感觉自己的心肺功能变好了 然后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所以有这样的活动 一定会邀请同事一起参加 戒除烟冰酒 让自己更健康 在台湾 口腔癌是我国 轻重年男性最成见的癌症之一 在男性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皆排名第四名 根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癌症登记资料及显示 男性口腔癌发生个案人数 有7058人每天有19位口腔癌新发生案 其中30至64岁中壮年发生人数高达7成 另外108年死因统计 当年有3425人死于口腔癌 许多人其实不知道 檳榜籽本身就是第一类致癌物 檳榜籽即使不加添任何配料 也会致癌 绝檳榜时 檳榜纤维会不断刺激口腔粘膜 造成细胞病变 若在合并喝酒吸烟得口腔癌的几率 是一般人的123倍 提醒四名朋友 戒除烟酒冰榜这些成瘾物质 并且每两年做一次口腔粘膜检查 你我一起远离口腔癌 卫生局每年针对吸烟 嚼檳榜及饮酒的高风险标的族群 像是港部基础产业 服务业 原住民及渔业等 提供多元的介质服务 并结合公司部门 共同办理健康促进议题的活动 营造支持性的环境氛围 我们期望藉由职场的系列活动 让这个员工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为什么要运动呢 因为运动使我们身体 产生了脑内飞 让人有愉快的感觉 还有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 这样子可以降低 我们对成瘾物质的依赖 当然我们有提供多元的介质管道 包括我们72家的介烟合约机构 还有我们的卫生所 然后还有是借兵专线 2809 9595 那还有三家的酒饮介质机构 跟介酒专线 2430 0193 那这个成瘾物质 不仅对我们身体有所影响 其实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 运用我们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咨询专线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 让自己跟亲爱的家人更健康 借除烟饼酒健康快乐就富有 您我一起创造健康生活环境 打造幸福的健康城市